由台东大学华语系主办的台东诗歌节 今年迈入了第八届 一号的下午特别在铁花春登场 以三海相接为主题 寓意同乐同欢 除了既有的念诗歌朗诵等竞赛活动之外 现场还安排了趣味活动 带领着民众认识诗歌的不同面貌 并且结合了影音科技 让诗文更贴近生活 名歌之父胡德夫以浑厚的嗓音 唱出台东的山海异象 让现场的朋友们仿佛置身壮阔景致中 为台东诗歌节带来丁音波高潮 连续八年由台东大学 华语文系主办的台东诗歌节 已是诗文界的年度盛世 今年特别以山海相携 Mukasata为主题 举自悲难族语同乐同欢之意 邀请民众一起玩味诗歌 这其实是一个跨族群 也跨世代的一种组合 除了我们有主场的诗人的对话之外 同时有后山的电影院 设计了这个诗歌的游戏 就是有设计了五个诗歌的游戏 是可以邀请大孩子跟小孩子 一起来玩诗的闯关的游戏 来自丰田国中的学生 今年第二度挑战念歌诗 青春混零朗诵赛 以双声部的迎送方式 获得评审青睐 尽量用大声 然后还有语气 语气的部分 然后又要 对 还有动作 台东诗歌节 今年也搭上社群网站热潮 与脸书粉丝共创征诗活动 透过信念视角 让诗歌更贴活力 也更生活化 记得肖家会台东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